打脸整个歌坛 刀狼南京演唱会票价震惊业界 官方回应 粉丝欢呼 这才是良心歌手 刀狼的南京演唱会票价低至200元 能否引发音乐市场的震荡 在当今娱乐圈 演唱会的票价上涨已成为常态 许多热门歌手的票价甚至高达千元 万余元 刀狼的南京演唱会票价确定为200元 这一消息如同重磅炸弹 震撼了整个音乐行业和乐迷的心 面对这样一个充满争议和意外的举动 很多人开始反思 在追求艺术和商业利益的过程中 音乐是否还能回归到最初的初心 这一现象迅速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热议 许多粉丝纷纷表示对刀狼的支持 称其为良心歌手 认为音乐应该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 也有不同声音 认为低票价可能会影响整个市场的健康 高票价背后 不仅是演出成本的反应 更是艺术价值与商业利益之间复杂的博弈 刀狼的音乐传奇 从雪到沙漠 提起刀狼 脑海中立刻浮现出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他们如同老友般亲切 早在2002年的第一场雪问世之时 他的歌声便如同那场突如其来的雪 深深扎根于听众的记忆之中 成为无数人心中的经典 刀狼的音乐 不仅仅是音符的堆砌 他反映了生活的质朴与深情 每一首歌都像是他用心讲述的一个故事 充满了人情味与真实感 与许多当红歌手追求炫技的高难度曲风不同 刀狼的旋律更像是生活的写照 简单却动人 他的音乐没有华丽的包装 没有繁复的修饰 有的只是直击人心的真挚情感 在刀狼的歌曲中 我们可以听到对故乡的眷恋 对爱情的执着 对生活的感悟 这些主题贯穿了他的创作 让每一个听众都能在其中找到共鸣 刀狼的音乐 就像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 描绘着普通人的生活点滴 他的歌声如同一位老者的叙述 沉稳而充满智慧 让人们在忙碌的生活中 找到片刻的宁静与思考 在披着羊皮的郎中 他唱出了爱情中的无奈与坚持 在《谢谢你》中 他表达了对帮助过自己的人的感激之情 每一首歌 都是刀狼对生活的解读 对情感的抒发 正是因为这份质朴与真实 刀狼的音乐跨越了时间的界限 成为了一代人的共同记忆 他的歌曲 不需要繁复的编曲 不需要花哨的舞台 只需要一把吉他 一颗真心 就能触动人心 刀狼 这个名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歌手 更是一种音乐风格的代表 一种深入人心的情感符号 他的音乐 将继续在人们的心中流淌 成为永不褪色的经典 他的音乐风格独特 融合了西域的广袤与流行元素 深情厚重的曲调中 渗透着沙漠的粗犷和自然的宁静 这种深刻的情感表达 让他的作品成为 花语乐坛的一颗璀璨明珠 勾起了无数人的怀旧与共鸣 正如一位乐迷所说 刀狼的歌曲就是我心灵深处的声音 票价的市场博弈 高低之间的秘密 面对刀狼的低票价 许多人不禁要问 演唱会的票价究竟是如何形成的 一场高品质的演唱会 背后需要投入的成本 原比我们想象的要高 除了场地租金 灯光设备 音响系统 甚至还有安保人员和音响师 等众多幕后工作人员的费用 以南京这样的热门城市为例 承办一场上万人的演唱会 场地费便少说也要几十万 真正的支出是一个复杂的账单 刀狼的选择让人不禁思考 在票价日益高涨的市场中 如何才能让音乐的真正价值 不被商业化所掩盖 刀狼并不想让自己的音乐 沦为市场博弈的牺牲品 他选择了一条低票价 高品质的道路 这不仅是对乐迷的负责 更是对音乐本身的一种坚持 他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 享受高水准的音乐并不一定要花费高昂的价格 在他看来 合理的成本控制与精心的演出策划 可以让每一个人都能走进音乐的殿堂 这种做法显然让那些对票价感到无奈的乐迷们 感到了一丝宽慰 粉丝的共鸣 良心歌手的拥护 刀狼的低票价公布后 乐迷们的反应可谓五花八门 形形色色的观点在网络上交织成一幅热闹的画件 有的粉丝大声叫好 认为这才是对乐迷的真正尊重 是音乐回归大众的体现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纷纷留言 称赞刀狼的举措是对音乐初心的坚守 是对粉丝情感的回馈 而另一些人则对此表示怀疑 他们认为过低的票价可能会影响演出的整体质量 担心场地 音响 灯光等硬件设施会因此打折 他们在论坛和评论区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认为音乐会的体验不仅仅取决于歌手的表现 还与演出的整体制作水平息息相关 一位资深乐迷在分享自己的看法时说 音乐是心灵的寄托 不能成为奢侈消费品 刀狼的低票价 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看到了音乐回归本质的可能 它让我们相信 好的音乐部一定要高不可攀 它应该是每个人都能触及的精神食粮 这位乐迷的话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共鸣 他们纷纷点赞 表示刀狼的做法是对当前音乐市场的一种挑战 是对音乐普及的一种努力 刀狼的低票价 不仅让更多的普通百姓能够走进演唱会现场 感受音乐的魅力 也让人们重新思考音乐的价值和一意 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代 刀狼的低票价如同一场清风 给乐迷们带来了惊喜和感动 它不仅体现了刀狼对音乐的热爱和对乐迷的尊重 也传递出一种信息 音乐应当是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 而不应成为奢侈品 刀狼的这一举动 无疑为整个音乐行业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音乐的美好和力量 刀狼的决定让许多乐迷感到欣慰的 也引发了关于音乐与票价之间关系的深层讨论 在这个充满浮华的时代 音乐的本质似乎被商业利益模糊了界限 许多人开始反思 在高票价的背后 音乐的真正价值是否被忽视 而刀狼的做法则无疑在这种环境中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切 艺术与商业能否找到平衡 刀狼的南京演唱会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宴 更是一场关于艺术与商业关系的深刻反思 在这个商业化日益浓重的文化消费环境中 如何平衡高票价与高质量之间的关系 成为一个极大回答的问题 刀狼以其独特的姿态 用低票价高质量的音乐会 向世人展示了他的答案 高票价是否意味着高质量 这个问题在刀狼的演唱会面前显得尤为突出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 高票价往往与高品质的演出体验化等号 然而刀狼却打破了这一传统思维 他的南京演唱会 虽然票价亲民 但演出质量却丝毫未打折扣 反而因其真诚的音乐和精心准备的舞台效果 赢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或者说低票价是否会影响音乐艺术的价值 刀狼用他的行动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在他看来 音乐的价值不在于票价的高低 而在于他能否触动人心 能否引起听众的共鸣 刀狼的音乐 以其朴熟无化的旋律和深入人心的歌词 证明了音乐的艺术价值并不取决于票价 而是取决于音乐本身所传达的情感和力量 刀狼的南京演唱会 因此成为了一个探讨艺术与商业平衡的典型案例 他告诉我们 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 艺术家不应忘记艺术的本质 传递情感 触动心灵 刀狼的音乐 以其平时的价格和高质量的内容 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 在商业化的浪潮中 艺术依然可以保持其纯洁性和高度 为大众所共享 这场演唱会不仅让刀狼的音乐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 也让人们对于艺术与商业的关系有了更深的思考 在刀狼的带领下 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健康更加平等的音乐市场正在形成 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能享受到音乐之美 而不是被高票价所阻碍的市场 刀狼的南京演唱会 因此成为了一个值得铭记的文化事件 在这个问题上 刀狼的选择显然给出了一个积极的答案 它证明了 美好的音乐与亲民的票价并不矛盾 许多乐迷感慨 以前的演唱会总是让人感到望票兴叹 而如今刀狼的做法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无论是支持刀狼的声音 还是对低票价持怀疑态度的看法 这场关于演唱会票价的讨论 都引发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音乐究竟应该为谁服务 艺术与商业之间 又该如何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念 结尾 音乐初心的重要性 刀狼的南京演唱会不仅为乐迷们带来了一场试听盛宴 更让我们重新审视了音乐的价值 高票价并不应成为享受优质音乐的门槛 反而应该是艺术家与观众之间情感沟通的桥梁 刀狼的做法让我们看到 真正的音乐艺术是关于情感的交流 而非单纯的经济交易 在这个充满竞争和商业利益的时代 许多艺人似乎渐渐忽略了音乐的初心 刀狼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 艺术与商业并不一定是水火不容的对立面 只要有心 音乐人完全可以在保持初心的前提下 找到一条兼顾成本与质量的道路 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艺术家像刀狼一样 真正关心乐迷的感受 让音乐重新回归到他最初的目的 打动人心 打动人心 打动人心